网上关于郑爽的评价两极话非常严重 不喜欢郑爽的认为他心急深沉 没事老爱捆绑上热搜 但是喜欢郑爽的呢 又会觉得他非常单纯可爱 有标准90后的特点 有自己的小世界 有自己的想法 总而言之 郑爽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明星 不过这两拨人都共同认可的一点就是 郑爽确实是很充分 比如他会在过节的时候给粉丝们包大红包 还专门为自己和粉丝开办了一个APP 在这个APP里 郑爽经常会将自己的一些日常碰上去 还给自己的粉丝介绍了自己的替身 从长相和身材都跟郑爽极为相似 而且郑爽和这个替身的关系非常亲近 他在粉丝群中大肆称赞他的替身 是一个漂亮过自己的妹子 而且性格不争不强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就是因为两个人性格合得来 所以郑爽已经和这个名叫燕燕的替身 已经合作过好几部戏了 而且据了解 郑爽在现场也和燕燕非常亲密 就像一对亲姐妹一样 有不少粉丝都说 在探班的时候 经常看到两个小爽一起 而且之前网上有流传过 郑爽这个替身的照片 可能是因为距离远的原因 镜头不是很清楚 而且他和郑爽同个造型 完全就是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样